我不经意间看了看我的手表 不是为了看时间 而是想不经意的告诉你 我的Apple Watch可以常亮 哈喽大家好我是月导 就跟片头说的一样 Apple Watch 5最大的升级 就是这块可以常亮的屏幕 与一般的OLED不同 基本采用了LTPO技术 也就是低温多晶氧化物 相比传统手机的低温多晶硅 加入氧化机之后 材料的接电长出更高 降低了漏电 进而提升了电子的迁移率 能省10%左右的电 实际上上一代Apple Watch 4 就已经用上了LTPO工艺的屏幕 到了第五代 外观看似没变 但新的低功耗屏幕驱动 和高效电源管理器的加持 能让手表在闲置的时候 屏幕的刷新率从60赫兹降到1赫兹 保持常量的同时 也维持了上一代相同的18小时续航水平 所以啊 常量这个特性是需要硬件支持的 4代用户是不可以通过软件升级获得的 即便是5代能保持常量 还加入了指南针 但相比4代 5的外观没变 处理器虽然改了个名字 但性能还是一样 好像核心功能都差不多 但是 其实一个看似简单的常量 给Apple Watch 5带来了全方位的进步 作为库克上任之后 唯一的one more thing Apple Watch在发布之初 就定下了这块表的三大核心方向 作为一块运动手表 作为一块智能手表 以及单纯的作为一块普通的手表 当年乔布斯在定义iPad的时候 说要在手机和笔记本之间开创一个新的领域 它的几个核心功能就一定要做得比手机和笔记本都要好 比手机屏幕更小的Apple Watch 要能立足 也必须要能完成其他屏幕没办法完成的东西才行 iPad一开始的功能 没有什么是手机和电脑都做不到的 只是部分做得更好 比如浏览网页 直到iPad加入笔以后 它特殊的优势才被发挥出来 而Apple Watch 在一开始就做到了手机做不到的事 把它当作一块运动手表来看 Apple Watch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贴身携带 能精准的识别运动的动作 监测心率 计算卡路里的消耗 Apple Watch自带的运动App里 运动的项目非常多 几乎包含了你能想到的所有运动 数据也能同步到iPhone上 运动的时候 Apple Watch充当了手机的角色 可以记录运动数据 可以辅助运动 最重要的是可以听歌 再也不用握着手机跑步了 屏幕可以长亮之后 不用抬手 运动时随时能看到状态 比如做俯卧撑 没办法抬手 也没办法腾出一只手去点屏幕 很多的运动都是这样 这时候Apple Watch 5的长亮就方便很多 相比动辄就半斤的手机 运动的时候 戴智能手表一定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 运动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需求 但健康一定是 我认为Apple Watch是一款健康提醒设备 比如心率过高或心率不齐的时候会提醒你 比如提醒你做的太久需要站一会儿 Apple Watch 5新增的噪音监测和月经追踪 同样是通过提醒去防患于未然 其实重要的不是当下的提醒 而是所有的数据都会记录在健康App中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与我们健康相关的数据时 会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相应的调整 再逐步去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像Apple Watch这种需要全天待命的设备 它致命的缺点仍然是续航 一天是完全够用了 但想要用两天 可能到第二天下午就没电了 还是逃不过一天一冲 关于运动还是要提醒大家 并不是买了Apple Watch就能爱上运动 起初我看Apple Watch的宣传片 以为我买了以后也会是这样 但现实是 虽然我们时时刻刻都带着手机 但想要看消息 还是要掏出来再点亮解锁 而智能手表则是和手腕绑定的 把掏出手机解锁的过程 简化成了台下手腕 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块屏幕 传递信息的速度一定比手机更快 Apple Watch我能常亮以后 信息进一步被钳制了 把已经很方便的台手腕 变成了扫一眼 只要扫一眼 就能知道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运动量够不够 再加上和手腕绑定 人在表就在 很少存在手机忘带 漏掉重要消息的情况 所以Apple Watch就成了我的通知过滤器 让Apple Watch只接收最重要的通知 比如微信 短信 邮件 这样 在工作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错过重要的通知 也不会有一般消息的干扰 等闲下来再去看手机上的所有消息 如果你带着Apple Watch 通知的优先级是高于iPhone的 通知来了 iPhone就不会亮 但要是来了电话 还是没办法避免苹果生态带来的手腕脚了 不只是能看消息 还能语音或者手写去简单的回复 再看一看Apple Watch的主界面 又是QQ微信 又是网易头条的 风魔版还支持eSIM 很难不让人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Apple Watch能不能轻度的代替手机呢 当我放下手机 带上手表出门 刷地铁听歌 甚至聊两句微信都没什么问题 但想刷朋友圈 没有 看到有趣的事情想拍下来 不行 iPhone科技又更新了 推送都来了 想看 也不行 甚至是去买瓶水都要找能扫我的便利店才行 离我们更近的确在传递信息上更快了 但手表的屏幕太小了 能接受的信息有限 打字也很困难 屏幕越小可操作的范围就越小 为了保证操作的准确 就不得不放弃精准的操作 这就是为什么电脑比手机更专业 屏幕大带来的不只是更多的显示内容 还有充足的可以精准操作的空间 所以很多手机能干的事手表不行 这其实早就被手表的产品形态所决定了 其实手表这种佩戴形式 就不是给长期使用设计的 偶尔抬起来看一下还可以 但这样的姿势不用一分钟就会很累 毕竟抬起手臂看表需要用到攻三头肌和三角肌 这两部分的肌肉 相比玩手机用到的攻二头肌 力量小很多 况且看表是抬起整个手臂 而玩手机只是抬起小臂 所以即便手表能承载更困难的任务 你也不会长时间去用它 那Apple Watch什么时候有用呢 答案就是在你不方便用手机的时候 这虽然听起来很像于废话 但实际上你需不需要这块表 最重要的就是在不方便用手机的这些时间里 你到底多需要一个手机 这些时间越多这块表对你的意义就越大 比如运动的时候只是想听歌却不得不带着手机 有时候只是想切个歌还要把手机掏出来 或者只是想回一句多喝热水 还得掏出手机来回 Apple Watch的意义就是在某些场景里代替手机 就像当年智能手机没有出来的时候 想要看视频就一定要正经微做到电脑或电视前面 如今的智能手机始终没有取代电脑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年那些用电脑只是看看视频的人 对他们来说 电脑不就是被手机取代了吗 戴着Apple Watch运动的人 智能手表不就是在运动的场景取代了手机吗 科技的本质就是效率 在iPad上浏览网页 看视频做笔记的效率 就是比手机和电脑要高 所以它有生存的空间 从功能上来说 运动看通知快速回复消息 Apple Watch的确比其他设备更好用 只是受限于手表本身的交互形态和体积 能输入和输出的信息都十分有限 让它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设备 即便有了自己的应用商店 书密码都只能手写或者用iPhone 还是难以摆脱iPhone的阴影 如果单纯把Apple Watch当作一块普通表来看 它就脱离了智能设备这个体系 作为装饰品存在 甚至你是安卓手机都可以买 传统手表诞生了100多年 从最初看时间的功能性产品 现在基本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装饰品 无论是劳力士万国还是GSHOCK 这些表的价格从几百到上万 但主要的功能 真的和十几块钱的电子手表拉不开差距 不能否认 大部分人买表买的就是装饰 以及品牌带来的身份认同 而Apple Watch5因为长量的特性 比任何一代都更像一块表 Apple Watch在一开始就一反苹果的常态 推出了十几种搭配选择 把Apple Watch打造成一款个性化的装饰品 或者说首先完成一块表的装饰功能 装饰健康智能 这三个方向几乎已经涵盖了一块 戴在手腕上的表能干的所有事 自诞生以来 Apple Watch的所有升级 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核心功能去提升的 今年的屏幕长量同样是增强了这三个核心功能 在Apple Watch硬件之外 从一代开始就和耐克联名 去增强运动的属性 和爱马仕联名 以及推出了黄金陶瓷等特殊版本 就是在加强它的装饰属性 和iPhone联名自然就是加强了它的智能属性 同样是为了这三个核心属性来服务的 对于价格比一般安卓旗舰还要贵的Apple Watch 5 买不买呢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是它在手机之外 能覆盖你多少的使用场景 也可以从苹果对Apple Watch的定义出发 健康智能装饰这三点你需要多少就决定了它价值的多少 我们下面打一个广告 作为装饰是Apple Watch的三大核心之一 我们也为大家推出了几十种Apple Watch的表带 材质从适合运动的硅胶到商务的金属和皮质 以及日常使用的尼农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经典的麦金塔电脑造型充电支架 同时也为小米手环的用户推出了多色多材质的表带 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购买 好